这个就是一个属性,这个属性等于什么?它会跳出一个什么?False 顾名思义,Screen就是画面,Updating就是有没有一直更新 如果你把它关掉,它就不会一直重画了,反正就是按下去,它就跑了 反之最后的话,记得要把它打开,否则的话,它永远不会Updating的话,你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你最后,跑完之后,这边,这个多一行,再把它删掉,这边记得要把它改成什么?改成True 所以等于,这边在等号,它一号会跳出True,等于这样就好了,OK 所以先关掉,再打开,这个跟那个前面DisplaceAlone那个很像 那我们跑完之后就可以wound一下,看一下,这个时候呢,我们如果跑,我看一下 多到,找到多按确定,有没有,你会发现,有没有漏线 而且速度变快了,有没有,一下就整个就好了,你会看不到那个,而且速度至少快五倍 因为现在是已经够快了,可是如果你用班移,或者是像我们上个礼拜那个,有没有,不是会有快速分类吗? 那快速分类不是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,对不对?如果你加了这一行叙述,我大概算过至少快五倍 如果你工作表越多,那快更多,尤其是你大量几百个上千个,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 加了一行,哇,一下就好了,所以这个加了这个,有点像加了Turbo一样 而且它比较不会一直闪动,所以这一行,你会发现没什么,但是却非常好用 也不用刻意去记,其实就是记一下就是Application,点,其实这个都不用背的,不过你可能要把那个Application这个单字要稍微记一下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,你可以从这边拿,有没有,说明里面有个这边,然后我印象中好像在物件里面应该有Application,有没有看到Application 有没有,在这里,Application在这里,然后它有没有相关的成员,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,Screen,有没有,Dispresser Learn这边也有,然后会有什么Input Bus一堆的 然后Screen,Screen这里,不是,这是方法,属性在这里,所以你往下找应该会有个Screen,我刚刚讲这个,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,你就找到Screen的那个属性,Updating,有没有,其实底下就有个说明了 我想这个说明应该算清楚了,它怎么跑掉了,OK,自己再看一下Screen SC,这个,如果萤幕更新功能是开启的,则为True OK,这个我写的好像有点,好像不是那个地球鱼,好像是外星鱼的感觉,因为它这有时候,不过你应该可以理解吧,其实说更新要不要更新的意思 OK,好,那这样的话,就可以加快你的更新书,所以这里我想各位再试一下,就是加上一个排序,然后让它可以判断,并且让我们的更新关闭再打开 这个部分的话,我建议你可以配合上个礼拜的东西,会快很多,OK,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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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